大家好,又是另類電影館 今次講一部2011年的印度電影 台灣的譯名叫做史丹利的便當盒 即是Stanley的飯盒 先介紹一下有什麼牽涉的人物 主角叫Stanley 是一個小學生 他的背景在片段最後會交代得比較清楚 開始大家看到他是一個有點破爛的 但他是一個相當勤力,相當聰明的學生 他經常協助其他同學解決學習上的問題 都很受到全班同學的愛戴 另外有兩個老師 一個是一個老師 教語文 他都很疼愛學生 懂得如何教導學生 另外一個是男老師 相當討厭 那些學生叫做大暴君 對 主要就是這些人物 故事 就講 史丹利是一個很勤力很聰明的學生 經常都 除了自己學習 之外 都有幫其他同學 想一些新的辦法去學習 大家都很開心 那 這間學校是全日制的 那每一天 那些學生都要自己帶飯盒回學 那當然如果開心的時候 大家可以分享 互相一起吃 那但是呢 是導致 史丹利是沒有飯盒的 這個原因呢 去到影片的最後 就會交代 那 那 為什麼史丹利沒有飯盒呢 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 呃 雖然史丹利沒有自己的飯盒 但是呢 其他同學都很樂意 去分享他們的食物 所以史丹利呢 即使沒有飯盒 但是他也 在飯盒的時候 沒有噁心的 是 那另外呢 就是那個 呃 很討厭的老師 大寶軍 那 這個 那麼大個人呢 他都是沒有大飯盒的 那 每天 就周圍去吃飲吃吃 除了他的同事 即其他老師之外 他也走到學生堆裡面 去吃飲吃吃 吃飲吃吃的程度呢 是去了一個相當討厭的境界 那 看到東西 流了口水 不單止吃一點點 是差不多人家 每個人的份量 他都 吃了半以上 差不多吃了 所以一個很相當討厭的老師 那 那這班學生呢 就讀出了一件事 就 呃 就不留在課室吃飯了 就帶著一些食物去到 學校裡面其他地方 例如一些公園 或者是 呃 樓梯底 或者是 另一些比較 秘密的房間 之類 避開 就不讓大暴君 看到他們 避了很多天 之後 終於有一天 大暴君 找到他們了 那他發生氣 就把這個 避開他的 這個 呃 於是就把Stanley趕走了 那 Stanley 就 呃 沒了一下子 出現了 那 這個 很好的老師 那個女的老師 就 嘗試找Stanley 那為什麼Stanley不能回校呢 那 究竟Stanley 會不會 再回校呢 他一個這麼有才華 這麼聰明的小孩子 不單止學業 很多方面的藝術 表演方面 也都是 很精靈的 那 他會不會 因此 就以後不回校 喪失一個學習的機會呢 沒有辦法發揮到他的 呃 專長呢 他 這麼聰明 也沒有辦法繼續學習 那 那 那 Missy 有沒有辦法 找到Stanley回來呢 那 這個大暴君 那黑人生的老師 有沒有一個 報應呢 這樣 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一部片 史丹利的便樂俠 那 大家可以嘗試找一個Trader來看 或者找一個台灣版的DVD 那 那 雖然這套戲 主要的 方向呢 並不是講教育的 其實他在後面 去到最後的時候 就 講了另一個社會的問題 那這裡就賣個關子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在教育方面呢 有一場戲呢 都挺深印象的 就是說 因為Stanley是左腰來的 那 坐 他旁邊的同學 兩個兩個這樣坐 那Stanley寫字的時候呢 就 撞到旁邊的 用右手的同學 這樣 那這個情況呢 對著大暴君呢 大暴君是會罵他的 說Stanley你用左手是不正常的 是個怪人來的 你不應該這樣做的 就強迫他 用右手 對著 但相反 當上那個MISS的課堂的時候呢 MISS當然是灌無流的 因為 根本就是左腰 不是一個正常 或者不正常的問題 那 解決方法是什麼呢 兩個對調錯 不會撞到對方 很簡單的嘛 那我們也看到 這個是 兩個 雖然都是老師 但是 對教育 對學生的態度 完全是不同的 老師都有很多種的 OK 那就 今次講多了先 大家有興趣可以找這隻DVD來看 史丹利的電腦盒 那下集再見 拜拜